国际空间站退休计划,自1998年开始运作,20多年来在轨道上为我们带来无数科学突破的庞然大物,预计在2031年光荣泄幕。 NASA和SpaceX举行的空间站退役新闻发布会,透露了很多细节。 这场天外告别秀到底是怎么回事? 国际空间站差不多和一个足球场一样大。 想象一下把这么大一块东西从400公里高的地球轨道上放下去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总不能随便找个地方丢下来吧。 NASA可是绞尽脑汁在计划如何安全地结束太空实验室使命。 按计划,SpaceX将负责整个退役过程。 是的,伊隆·马斯克的SpaceX又揽下了大活,合同金额高达8.43亿美元。 而且,这次不是发射火箭,而是负责回收国际空间站。 NASA计划在2030年正式开始空间站退役过程, 整个计划预计将持续一年到一年半。 到2031年,空间站将完成华丽转身,以燃烧殆尽的方式告别太空。 如何降落这个大家伙? 空间站不会立马消失。 首先,SpaceX将派出一艘特制的飞船与空间站对接。 这艘飞船类似于现有龙飞船,但动力更强劲。 按照计划,它会在空间站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陪伴它,进行一系列测试,确保万无一失。 到了最后几个月,空间站将降至约220公里。 NASA会把所有宇航员撤走,留下飞船,继续完成最后的使命。 这艘超级龙飞船将配备46台强力的追口发动机,其中26台负责将空间站推向地球大气层,最终在进入大气层时燃烧殆尽。 这就像是一次华丽的焰火秀,预计会在南太平洋的泥墨点结束它的生命。 这是地球上离人类最远的地方,基本是太空垃圾场。 退役如此庞大的空间站,需要考虑很多因素,其中之一就是太阳活动周期。 太阳活跃程度会影响地球大气密度,将直接影响空间站载入轨道和坠落时间。 所以,NASA必须密切监测太阳活动,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进行。 此外,整个过程中的ΔV速度变化量也是至关重要的。 这个参数如果计算错误,整个空间站的降轨过程就可能出问题。 就像玩Curbo Space Program时,ΔV不对,飞船偏离轨道,灾难性坠毁。 所以说,NASA和SpaceX得把这些细节打磨到极致才能确保任务成功。 虽然国际空间站即将告别,但未来几年,它仍然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科学发现。 而SpaceX和NASA的合作,也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虽然2031年国际空间站会烧成灰,但谁知道呢? 到那时,我们或许已经在月球上建了新基地,说不定人类还会在火星上安家落户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